农历过年将至府院还有各县市府牛年春联一一的亮相 台北市政府就以牛转乾坤为题 希望挥别过去 除了吉祥话也要拼创意 桃园市府首度跟剪纸艺术家合作 发行了纸雕春联 剪纸当中不同的图案象征多元族群 总统府则是找来知名的设计师 还有艺术家设计春联跟红包 一共25万份 明天开始免费送给民众 准备迎接即将到来的农历新年 总统府今年也推出牛年春联 还有红包带跟福袋也一一亮相 牛转乾坤的牛看上去好像在春联上奔驰 这是出自台湾年轻的书法家王毅纯 利落辉豪希望台湾能尽快挥别疫情 另外总统府也准备了福袋 要和民众一起过年 新年的福袋 那这个福袋呢明天还不会领到 那我们未来要如何发放 以及发放的形式跟时间 大概都在1月中以后 才会再公布给各位 今年总统府春联一共印制了25万张 另外还有红包带 从8号开始开放民众在行政院 各联合服务处中心索取 同样也是扭转乾坤 这回台北市府虽然没有去年的 科PQ版头像 但还是看得到一只烫金的小牛 来祝贺 同样别具巧思 至于桃园市府则有创新手法 找来兼职艺术家合作 桃园市府首度发行纸雕春联 三个大红字的牛组成一个奔字 仔细一瞧 各自里的纸雕表现出各地民俗活动 象征桃园多元的民族包容力 另外像行政院 虽然没有春联 不过新年赫卡扭转乾坤 转起来 赫卡上设计一个转轮 印上执政团队去年的施政成果 同样话题十足 春联赫卡大比拼 比实用性还要拼锡精度 记者王正林朝贤林筑强 台北桃园报道